是 請問你參加的比賽是 我那個是世界的 所以在哪裡舉行 牠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每年會舉辦一次 所以是比誰的狗攻擊性最強嗎 事實上我們那個世界比賽 那是狗裡面 就是牠訓練裡面的極限 牠要做三個科目 牠一個科目就是追蹤人的足跡 人 你知道牠不特定的人 牠在一個小時前走過的足跡 可能是在田 田地 可能是在草地 那牠其中要做四個轉角 做四個轉角 我要一步步去把牠追蹤出來 然後給陳俊傑的狗 聞過牠的褲子以後 就去追牠 然後把牠攻... 對 就攻擊致死 是我們那個比賽最終的目標 然後有真實的骨折畫面 真實的骨折畫面 太血腥 我願意贊助這場比賽 所以陳家人 所以你每次出國都要帶著狗一起嗎 參加獎集會我們不帶狗 就是我如果說去比賽的話 當然是一定要帶狗去 那狗坐飛機的時候就分開嗎 狗我基本上 我會跟牠坐同一班班機 那牠的運費基本上 現在在台灣的話 大概都比人還貴 大概多少 對 牠是用操縱費下去算的 像我們飛歐洲的話 你操縱費的話 大概就在一公斤一千多塊嘛 所以狗牠連運輸容下去 大概接近在五十幾公斤 所以大概一趟就要五萬多塊 牠的運費要五萬多塊 對...就狗的運費 然後是有要跟狗 睡在同一張床上嗎 事實上我們跟狗非常非常親近 像我們的選手狗 事實上是真的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像我在國外訂飯店的話 我一定是事先篩選過 就是這間飯店 牠是歡迎狗進去的 如果說牠... 牠一些飯店牠都會訂出來 牠肯狗進去 不肯讓狗進去 所以有... 我們人住的很有名的飯店 是也歡迎狗的嗎 那有啊... 尤其是在歐洲 牠非常多啊...非常多 大概我們... 像我們世界盃比賽的話 牠們會有官網嘛 官網牠大概會有列出一些飯店出來 大概80%的飯店 牠都是歡迎狗進去的 可是萬一比賽完 你想要去夜店買醉的話 狗要怎麼喝 基本上... 基本上運動選手 不太喜歡往這個方面走 因為牠們需要... 牠們... 可是因為牠們是你的狗 牠們需要比較好 你們帶狗出去比賽的時候 要穿特殊的服裝嗎 要像騎馬的... 沒有...我們大概就是運動服 運動服 不可以打扮得很花俏嗎 不必要 所以大家沒有在這方面展示風格說 沒有...最主要是我們人跟狗的互動 像我們剛剛...我剛剛只談到 就是搜索的一個科目嘛 我還有一個服從的科目 服從科目人權就是要一致 牠就是在... 牠有指定的動作嘛 你要那些指定動作 你都要完成嘛 然後我們在第三個科目 是一個叫做防衛攻擊的科目 防衛攻擊科目 所以我們要命運牠去巡邏六間假屋 然後牠找到人的時候 牠要很勇敢 很勇敢的持續對牠一直廢叫 連停頓回來看人都不行 然後還有其中牠逃跑啊 牠直接牠要去攻擊牠 只要對牠叫還是說最後要咬 一定要咬 我們有五次的攻擊 牠咬不但是咬 而且我們在咬的時候 我們還要看牠咬的狀況 像我們在咬... 普通狗咬人是咬一點點嘛 那我們訓練好的狗 牠咬的時候整個口都要進去 牠一定要咬蠻口 竟然是打這種分數喔 天啊 對 牠不能夠一頓 譬如牠這樣子一頓的話 都會被扣分 就是一定要咬得夠緊是不是 對...牠咬得很緊 對 我今天很想看這個比賽 也很想 而且丞翰 你要去拍外景啊 一定要失望 對 那你今天眉毛是我畫特色裝嗎 對 我的 沒有 是服務上 我們還有很多位傑出人士 我們在跟牠們聊天的過程中間 我們要不要請陳維穎呢 就給漢點加一個什麼 妳想要看的妝 妳想要把漢點畫成... 因為牠常常模仿喪屍 都是靠牠的肢體 妳今天可以把牠畫得 比較像真的喪屍嗎 已經像喪屍啦 那妳有辦法在牠臉上畫 可以加一點那個有沒有 就是音樂的那個就好 對 真的嗎 可以嗎 那妳過去給牠處理一下 然後文影旁邊的這個 景美女中拔河隊 妳們這些上面都寫的志氣 是最近的那部電影嗎 這是在拍妳們的故事 對 真實的故事改編 妳們當初是怎麼讓電影圈 知道妳們的事情的 是有一位導演張博蕾章導演 然後他看到了媒體的報導 然後就發現其實這個 這股力量還滿值得台灣人 能夠鼓舞大家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建國百年 然後他希望讓台灣 能夠有一股正向力量 所以就從那個時候 然後跟著我們跟著兩年 然後拍出這部作品這樣 拍妳們八合隊兩年的時間 他跟著 然後就觀察 觀察而已 我有看過妳們節目介紹 他說教練逼妳們 一定要吃非常多嗎 不是教練逼我們啦 什麼是妳們自己要吃 因為妳們是不是要為了比賽 要維持在某種重量當中 對 因為我們參加的量級是540 然後所以八個人要去平均這些 這些公斤 所以就是能吃越多就越好 所以如果你越胖的話 你旁邊的就可以 再稍微瘦一點嗎 當然是大家一起吃 然後平均瘦比較好 平均胖比較好 可是阿摩斯跟他的隊友們 走的造型路線很不同 就是其他隊友感覺好像 他還想要掙扎 成為就是美少女 阿摩斯好像就算了 沒關係啦 對 阿摩斯可能是... 你也有曾經掙扎的 阿摩斯是帥哥嘛 是嗎 有可能 你有曾經掙扎 想要留個流海還什麼的嗎 沒有 因為流汗然後就... 像剛剛...像俞亞軍這種髮型 你沒有留過 沒有 你也不嚮往 所以你今天也沒化妝嗎 有啊 化...應該就化男妝 所以請問你們參加的比賽是 有參加過義大利的比賽 然後還有南非 南非的世外賽 結果名次 義大利那一次是就是第一次 我們第一次拿世界冠軍 拿世界冠軍的那一次 就是回來之後被媒體報導的那一次 然後南非那一次比賽是我們 亞洲人有史以來 就是第一次 百年以來拿到冠軍的隊伍 妳也是隊員之一嗎 我那時候是 不是 妳的樣子好像也沒有維持在 像拔河選手的途中耶 因為我已經...後面還有很多學妹啊 然後我希望就是機會 還是留給更多的人 妳現在還是高中生嗎 不是 我大四 可是妳現在沒有在拔了吧 我前幾個月剛剛比完賽 所以拔河真的是需要力氣大嗎 還是說它其實是 只是一群人要用對力氣 對 一群人用對力氣 是比較靠技巧 比較不是力氣大 因為像我們比什麼 然後什麼要叫我們做什麼特別的 要跟我們比我們也都不會贏 我們就只是拉拔河會贏而已 阿摩斯 妳跟李恩智比 首輩的話不會贏嗎 不會啊 妳在講 為什麼 為什麼妳知道妳沒有... 因為她是男生啊 所以如果妳是跟女生比 妳絕對是贏的吧 要看那個... 是 可是... 妳剛剛講的例子不是跟女生嗎 就是妳的邏輯啊 不要整理一下 可是他們三位在這邊 是因為他們有參與電影演出是不是 對 我們都是 景美拔河隊有照片 我看一下他們的照片是 所以這個是在 南非 我們第一次在試外賽 拿冠軍的時候 OK 而且我們去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很多華僑 大家全場在旁邊感動到哭了 講一個訣竅給我們聽一下好不好 就教練最常講的是什麼 要不要掉下來是什麼 還是屁股太沉 屁股太... 腳打直 對 腳打不直 所以是站在那邊 妳腳要非常直是不是 對…就是要這樣子 可是這樣子 不一定會有力氣耶 對 就是要這樣 然後還要有力氣 所以我要這樣 然後靠那根只能這樣撐住 對 然後還要有力氣 我不知道房合比賽要求外觀嗎 這樣比較省力啦 就是一看就知道她那樣子很 所以如果有人姿勢都很醜 可是一隻贏那怎麼辦 是要看整個隊伍 如果說都很一致 然後力量很大的話 那就有可能 是 對 所以不一定腳要很直 也是不一定 各位你們碰到一個外國 所以教練就說 腳要彎 腳要彎 你們不是很困惑嗎 就是 沒有 這是我們G-Man的姿勢 就是身體都是一直線 寧美的姿勢要一直線就對了 校長每天上來就說 腳不用直